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6月27日星期四 今天是星期四 然后明天就星期五了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 就是黄志贤的那个节目《夜问打拳》 现在呢 已经是正式确认 被台湾政府给封杀了 星期五的时候呢 也就是明天 是他的最后一期 现在是北美的星期四 其实呢 台湾时间已经是进入了星期五了 对吧 那当他们上班之后呢 他们就已经是星期五了 黄志贤呢 起床之后 今天他做的节目 就是他《夜问打拳》的最后一期了 其实在6月23号这一天呢 台湾他们发起来了一个大游行 叫反对红色媒体独派的一个大游行 那个游行在发起的时候呢 我当时就在想 反对红色媒体是反对谁啊 什么叫红色媒体啊 当时我就想 他这个呢 黄志贤的夜问打拳 肯定不可避免的就是被政府封杀的第一个媒体 果不其然啊 其实在6月23号当天 中天电视 就是夜问打拳这个节目所属的那个电视台呀 那个电视台的领导 已经跟黄志贤透露了这个消息了 到26号这一天 台湾的报纸叫联合报 就公布了这个消息 说是这个黄志贤的节目呢 星期五会是最后一期 当时我看到那个消息啊 其实他说的有一点混淆 他说26号会是他的最后一期 星期五会是他的最后一期 因为我当时一看 星期五并不是26号啊 所以呢 我还觉得说 那是不是一个谣言呀 因为有网友就是转发给我的嘛 我还跟网友讨论说 这可能是个谣言吧 结果呢 27号 黄志贤在他的Facebook里面 就确认了这个消息 黄志贤在Facebook里面是这么说的 黄志贤在Facebook里面 他说呢 夜问打拳被停了 夜问打拳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政论节目 蔡政府和独派这么痛恨我 花这么多气力打击我 当然是因为我真正让他们痛 讲不过我的证据 道理和勇气 夜问打拳是唯一一个支持 两岸和平统一的节目 坚持中国人的立场和高度 坚持爱台湾 痛打台独要害 是我们唯一的罪 在台湾 台独当然有打压 践踏别人的一切自由 不要再假装台湾有民主和言论自由了 但蔡英文以为 把夜问打拳节目关了 就可以舒心了 继续做梦吧 越炸越强 支持我的人太多太多 还会越来越多 这个呢 很符合黄志贤的性格 这就是黄志贤的性格呀 有的人说呢 韩梅是越冷越开花 是一个坚强的花 黄志贤 他就像韩梅一样 越冷越开花 越打压越坚强 黄志贤是不会被打倒的 你关闭一个夜问大权 现在呢据说黄志贤已经在筹备一个网络的节目了 他是不会停下来的 一定不会的 这件事情呢 真的对台湾标榜的民主自由 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如果说在6月23号的时候 他们所先扬的说 中国大陆在渗透台湾的媒体 他们呢 要把中国大陆 在台湾渗透的那些个红色媒体剔除出去 如果说这还冠冕堂皇的话 那现在 对黄志贤这个节目的打压 是完全说不过去的 这不是中国大陆对他们的渗透 这完全都是自愿的 我在上一个节目还说了 黄志贤呢 他是土生土长的台湾本省人呢 他跟其他人不一样 如果你是说 父辈是曾经国民党的官员给带到台湾的 对吧 这样的叫外省人 如果说外省人 他们主张统一 主张回到大陆 然后你就说 他是因为他是外省人 对吧 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理由 像黄志贤这样 祖祖辈辈几百年 都是台湾本土的 他对和平统一的拥护呢 完全是发自于心底的 我还看了国台办的安丰山 他的讲话 他就说呢 台湾统一 这是不容商量的 台湾是一定要统一的 台湾必然要统一的 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就希望呢 两岸人民呢 能多多交流 因为大陆呢 有很多人 他也不了解台湾 台湾呢 有很多人 也没有来过大陆 也不了解大陆 这是安丰山的原话啊 安丰山说呢 大家就应该多来往 支持更多的大陆人 去台湾了解台湾 也支持更多的台湾人 到大陆来了解大陆 只有了解了 才能消除误会 现在我觉得呢 对于两岸统一 这个话题来说呢 更没有言论自由的是台湾 而不是大陆 因为我们大家都能看到 大陆并不禁止媒体 对台湾任何方面的报道 台湾和大陆现在 最主要最主要的 就是体制的不同 为什么说一国两制啊 因为这个制度啊 它不一样 但是大陆呢 并不拒绝台湾的这个民主制度 在大陆的宣传 所有的信息 大家都知道对吧 到了他大选的时候呢 台湾他怎么选的 谁出来参选 谁说什么 谁多少民调 就所有一切的一切 在大陆都有眼 大陆的媒体上 并没有控制这一方面 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呢 我就不明白了 大陆为什么 美国的大选 他也大量报道 然后台湾的大选 也大量报道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难道就不怕说 人民去向往那种自由吗 现在我想呢 有一点明白了 就是中国大陆呢 对中国大陆现在的这种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比较有信心了 他们比较有信心 他们不怕 不怕人民拿来对比 而事实证明呢 那些个有机会来拿来对比的 那些有机会了解美国的民主 了解台湾的民主的 能够充分对比的 其实立场都有所改变 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原来并不是这样的立场 随着了解 了解的越多 越觉得中国的制度呢 是最适合中国的 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最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从邓小平说 摸着石头过河 他们已经探索出来了一条 很有效的发展中国的一个道路 他不怕 不怕你来比较 就怕你不比较 就怕你来又不来 你知道美国的 有很多的那个政客 对吧 他来都不来 美国一个研究中国的一个专家 他叫白邦瑞 那白邦瑞曾经在接受 Fox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过 他就说 我们美国的这些政客呀 他们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去过中国的 他们对中国其实一无所知 他们对中国呢 他没说是有偏见啊 但是他就指出来这个事实 就说他们并不了解 我认为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不了解 因为他们没去过 因为他们不了解 所以他们的那个思想啊 他们的意识啊 是非常有偏见的 美国 台湾呢 有很多人也是一样 有很多人呢 他没有去过大陆 他不了解 他不知道大陆是什么样子的 他还以为大陆呢 是很穷的 我今天早上还听一个网友跟我讲 他说他身边呢 就有台湾人 这个网友是一位在澳大利亚的网友 他跟我讲 他的身边呢 就有很多台湾人 但是那些台湾人 他们在大陆人的面前呢 非常有这种优越感 他就觉得呢 大陆是穷 他并不了解现在的大陆 30年前的大陆确实是穷啊 20年前的大陆呢 也穷啊 但是现在的大陆 真的是不一样了 将来还会更不一样 现在的大陆连美国他都害怕 连美国人他都依赖于中国这个经济 昨天我做了一个视频就讲 美国他上个礼拜五天 这礼拜两天 一共七天 这个听证会 有大量的美国的企业 来参加这个听证会 他们就说 他们离不开中国的市场 本管是他们从中国买产品也好 还是他们往中国卖产品也好 都离不开中国的市场 这个世界已经离不开中国了 现在这个世界呢 有两大市场 一个就是美国 一个就是中国 其他的市场都是小市场 中国和美国 这两大市场 大家都知道 这两大市场打起来 这个贸易战呀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贸易战是对谁都不好的 对谁都没力的 不是说川普口头上说的那样的 他们没事 对中国是一个打击 不是的 美国人民明白这一点 就连刘欣和Fox 那个一块辩论的里根 那位美女主播 他都说了 贸易战对谁都不好 川普他也很明白 只不过他嘴巴里面 就是那么说的 但是台湾真的是很糊涂 台湾的蔡英文政府 真的是很糊涂啊 中国非常的克制 没有来打台湾 对吧 其实如果让我说的话 现在打台湾的话呢 有充分的理由 来把台湾现在早收拾了 但是中国没有 中国一直都在克制 就像黄志贤说的 中国跟你们说 一国两制 这是中国大陆 释放的最大的一个善意 这是对台湾 最大的一个红利了 你台湾 如果你这个不接受的话 你就只剩下一条路了 那就是武统对吧 如果大陆不打的话 你台湾也是自我孤立的 台湾的经济是离不开大陆的 大陆如果不是念在 对吧 一亩同胞的份上 手足同胞的份上 如果从经济上 从贸易上 对台湾一卡的话 台湾就够瘦的 台湾就完蛋了 一千亿的贸易 你差呀 美国跟台湾之间 才一百五十亿呀 川普都不干 要求台湾跟他们签了一个 二十五年的 天然气的合同 来缩小这一百五十亿的差别 一百五十亿和一千亿 多大一个差别呀 对不对 美国呢 和大陆之间呢 只不过也就三千亿的贸易逆差呀 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的经济体 只不过三千亿而已呀 你台湾才多大呀 美国说他稍微一加税 中国就受不了了 你想想看 大陆如果是一加税 或者怎么样的话 你台湾能受得了吗 有的人说 中国和大陆之间的贸易逆差呢 不是说台湾离不开大陆 而是大陆离不开台湾 而是台湾那些企业呢 他们在大陆 是帮大陆一个忙 是帮大陆一个忙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别的不说 你就看郭台铭 郭台铭他现在要竞选 台湾的总统 他为了竞选 他都没有 把他的企业从中国拿走 他可以拿走 你在这时候你不拿走 你还什么时候拿走啊 对不对 他没有拿走 他以辞去董事长的这种形式 来跟他的那个企业来切割 就是为了保住这个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啊 因为这个对鸿海太重要了 所以说这些个台湾企业在大陆 是谁帮着谁的忙 是谁更需要谁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大陆没有制裁台湾 完全都是因为 对台湾的善意 可是台湾看不到这一点 他认为美国是他的亲兄弟 他认为美国是他的保护者 美国是好人 尽管呢 美国很明显的就是 对吧 卖高价 卖给他的那个武器 都高价卖给台湾 他那个F35那个飞机 他自己国内卖给军队的 那企业卖给军队是八千万 然后他卖给日本是1.2亿 然后他卖给台湾 是两个亿 你都这样了 然后你台湾你都认不清敌友啊 现在呢 台独势力是越演越烈啊 越来越猖狂啊 本来呢 台湾叫中华民国对吧 这个中华民国是啥意思啊 中华民国的版图就是台湾和中国大陆 只不过中国大陆呢 他失守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仍然是他的中华民国的土地 蒋介石的时候 蒋经国的时候 一直都是有一个词叫反共大陆啊 反共大陆就是要统一中国呀 对吧 然后到了李登辉的手里 李登辉都没有说台湾独立 阿扁也没有说台湾独立啊 其实台湾这个独立啊 纵容了这台湾独立的罪魁祸首 其实是马英九 以前我不懂 以前我不懂 有很多网友可能是懂啊 我以前没有什么关心政治 原来呢就知道有一个马英九 长得又帅又和善 然后呢又很会治国 很会搞两岸关系 或者是两岸三地关系 很会搞 现在看来呢其实不是 马英九是台独立 发展的一个罪魁祸首 是他给了他们机会 就从他开始 越演越烈 越来越明目张胆 马英九还办了一个特别糊涂的一个事 他还把他们台湾的一个口号 提为说 不懂 不独 不武 他觉得很聪明 对吧 觉得不懂 不独 不武 就表示不独 我不独 但是我也不懂 你要是不懂的话 你要是不懂的话 对吧 那是什么意思 那不就是独了吗 然后后面有更一个不独 那不是都是废话吗 对不对 到了蔡英文的时候呢 蔡英文竟然把教科书都改了 其实我就说 都这样了 大陆打台湾 其实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事 但是大陆啊 可能有大陆的考虑 习近平呢 有习近平的考虑 他们是觉得可能时候不太到 反正他们有他们考虑 习近平呢 可以说是一个对于收复台湾 有很大决心的 很多人就不理解 他是一个修宪 就觉得他就想当皇帝 想当官 我的天呢 有什么必要啊 对吧 我想习近平呢 他就是有一个宏愿 他要收回台湾 他觉得他在一任当中不够 两任当中不够 不够 这时间不够 所以他要取消那个任期值 就是给他更多的时间 来收回台湾 我们都应该支持习近平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对于这种历史 年代越久 越是新生代 对这个历史的印象就越淡薄 对一个中国的这种印象呢 就越淡薄 对于统一不同一的 这个就越淡薄 可能在历届国家领导人当中呢 习近平到目前为止 他是对统一的欲望最强烈的 他有决心 他有魄力 来收回台湾 收复台湾 如果习近平下台了 以后 国家领导人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年轻 还指不定怎么着呢 所以呢 如果你希望祖国统一的话 你就应该支持习近平 因为只有他 只有他 能够实现两岸的统一 好 今天的视频呢 先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